今天带来一个荒诞喜剧 离家出走的下半身 小明最近很苦恼 因为他的下半身离开了他 你没有听错 就是这么奇葩 原来小明是个重度宅男 最喜欢干的事 就是坐在家里当沙发客 喜欢电子游戏这类虚无的东西 而他的下半身 喜欢的是跑步和蹦迪 或者四处转悠之类的 总之就是和他完全相反 因此小明的下半身 很看不上他 于是打算和他分开 小明呢 却并不想和下半身分开 于是他咨询了调解师 调解师说 他们需要找到共同的喜好 有了共同话题呀 他们自然能和对方继续维系关系 但问题是小明并不了解 他的下半身喜欢什么 也不知道对方到底是开心还是难过 因为他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根本不关心他的下半身在做什么 加上他们没有共同的爱好 最后双方还是走到了 分到扬镳的那天 下半身愤然离开了小明 他走后小明十分难过 每天过得很消沉 甚至连最爱的电子游戏都玩不下去了 从此只能用裤子来怀念下半身 但是与之相反的是 下半身却过得十分自在快活 他每天都去舞厅跳舞 还凭借高超的舞技 吸引了女孩小美 小美和他贴身热舞起来 然而这一幕被两个小混混看见了 小混混认为下半身抢走了本该属于自己的妞 于是半路拦截了俩人 并嘲笑下半身是个怪物 小美看不过去 于是制止了小混混 却被小混混质问她 是不是看上这个怪物了 虽然小美对下半身颇有好感 但毕竟她只是半个人 于是小美否认了 下半身听完后失落地离开了 而这一切都被出来寻找下半身的小明 看在眼里 小明终于知道了下半身喜欢什么 她决定引起小美的注意 但她是个肥柴又不会跳舞 该怎么吸引小美呢 于是她努力举铁 将自己练成大力士 之后小明鼓起勇气去找了小美 小美一看就知道 她是下半身的另一半 就在这时那个小混混又出现了 并试图像上次嘲笑下半身一样 嘲笑小明 结果被小明一拳奏向她的要害 展示了男性魅力的小明 成功俘获了小美的心 小美和她回到了家里 但是由于没有了下半身 他们什么也不能干 经过一晚的谈心后 小美深深地被小明吸引了 他们开始了疯狂的约会 并且去到下半身经常闲逛的地方 肆无忌惮地在她面前秀恩爱 下半身看到小美和小明在一起 十分的羡慕 于是果断选择了搬回来 就这样小明和她的下半身和好了 并且和对方有了一个共同的话题 小明用自己的口才 俘获了小美的心 而下半身呢 也有小明无法拥有的优点 最后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至于是两个人的恋爱 还是三个人的恋爱 那就忍者见仁 智者见智了 假如啊 将小明和她的下半身当作两个人 或许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 当你沉迷在自己的世界时 通常会忽略身边的人 这样呢 人们就会离你而去 只有当你学会了了解和关心对方 和彼此找到共同的话题 你们的关系才可以维系下去 所以啊 为了拯救你的人际关系 不要再当肥宅沉迷于网络世界了 学会去关心身边的人吧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